大家看我这一颗三角梅 前段时间给它使用了一次这个树酵富而肥子后 这些枝条很快长得很长了 而且呢 这些枝条又开始木质化了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种木质化的枝条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修剪 现在这颗三角梅这个状态非常的凌乱 如果不修剪的话 那么到花期开花肯定少的 所以我们想要它开花多 必须要把握好时机给它修剪 也就是等这些枝条木质化再给它修剪 大家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木质化的 那么这种木质化的枝条 我们剪掉之后才容易长更多的新芽出来 如果说这些新枝条没有木质化给它修剪 那么后期是很难长更多的侧芽出来的 像这种木质化的枝条 我们修剪的话 一般正常来说 只要保留以下三个芽点就完全足够了 这样的话这三个芽点都长芽出来 那么到了后期开花就翻好几倍 所以说大家给自己的三角芽做修剪 一定要对 我们给它修剪不能过早也不能过晚 一定要看好这些新枝条木质化 马上给它修剪 好了修剪完成之后 接下来就是继续给它追肥 把这些枝条养强壮 继续让它长一波新芽出来 因为很快就要到它的花期了 等它长一波新芽出来之后 再给它修剪一次 那么下一波就是花芽 这种状态的三角芽 大家千万不要急着给它供水 不要急着给它使用铝色热金甲来促化 一定要多养一波新枝条出来 好了下期见